第25题 老师用白板笔 在白板上写出这三个字 实例写哪个字做的功率呢 是最大的 那我们晓得呢 我们的所谓的功率呢 就是要做工呢 去除以时间 p等于t分之w p等于t分之w 那么w就是所谓的做工 做工的方法呢 就是要用力量去乘以位移 那么这一题呢 我们的力量都是一样的 那么就位移不一样 那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 那么对于这个而言呢 我们的功率呢 就是我们的施力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走了五公分 我们花了一秒钟 所以我们的功率呢 就是五 那么对他而言呢 我们的施力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走了十五公分 我们花了三秒钟 所以我的功率呢 也还是五 那对他最后一个口字型而言呢 我们施力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走了二十公分 我们花了四秒钟 所以功率呢 还是五 那么我们就发现呢 我们这些功率呢 通通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第二十五题的答案呢 要选的是租 二十五题问我们说 施力写哪个字 所做的功率是最大的 我们答案选租 是一样大 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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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